大家對秘魯的印象 我的印象是在世界盤 每逢看到一對南美的勁女 秘魯 最近有一個令人很關注的新聞 尤其是美國非常關注 中國在南美生結巨型港口 據聞令美國牛輩發糧 就這樣看就不一樣 譬如你不知道秘魯是哪裏 你看到的地圖也不清楚 譬如需要借了一個地球去看看 究竟秘魯是哪裏 你看到這個鐵圖也不知道 利馬 秘魯是前海 金錢的錢 海船精彩建設一個投資35億里港口 35億里大還是小 不過就是一筆不小的錢 對於南美國家來的 這個問題是來自中資銀行的貸款 即是我國學水 我認你新的港口 這個秘魯項目可以加速 亞洲的經貿往來 和可以插期 插到美國後院 所以你要看地球語 好 如果你看秘魯 秘魯是在巴西 可能叫做雙輪 亞洲在西 所謂叫做西背球地方 秘魯是背向大平洋的 巴西正面來說 他就對著大西洋 對著非洲那邊 秘魯的背部應該是得住一個大平洋 很多大平洋的地方是很廣闊的 但是由中國直航過去這個大平洋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直達這個尼瑪呢 是的 可以的 中間不用經過這個盲甲海峽 或者很多的傳統的航線 如果真的在太平洋極跨路線很長 但是去了這個尼瑪這個地方 這樣就跌了 這個尼瑪的地方就是一個據點來的 在太平洋沿岸這個叫做寧靜小印 叫做前海 中國建設一個巨型廣闊的話 第一樣東西帶來這個建設 第二可以叫做就業 結果有什麼可以說呢 是不是 人家是不是建軍港 人家建這個商業的港口呢 為什麼呢 我們將來跟南美洲做很多生意 例如就算運到巴西也好 可以通過尼瑪的地方 因為尼瑪又看回它的立體圖 其實就是尼瑪背後就有一個山脈 這個山脈就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山脈 這個山脈就是需要有一個隧道 如果開鎖了的話 那你就可以令到那個港口 一出這個鐵路 那就可以去到 伸入到南美其他地方 包括直接就去到巴西 那這個就是 中國現在是大陸近南美國家 第一大貿易火門 所以 開新的港口 還有要建立更加穩健的航線 即可靠航線很重要的 那麼現在就是中國遠洋裡面 持有前港 前海港的多數的股份 那個港口的承諾 就會加快亞洲和南美洲之間的貿易 熟選藍莓和各種的商品 就是阿國太平洋 直到 也都是可以跟亞洲做很多生意 包括巴西 但是這些人說話 又真是不方好 就是八角傳媒 他說當新 不論低價的中國的商品 有些國家 最最不況的時候 前海港成為中國電動汽車的 打開的新市場 當然了 那你南美國家都不會有電動車 不會有Benz寶馬 那如果我們能夠有 更加 真的便宜的電動汽車 可以去到當地 那些路由他們 譬如由他們生產 或者是我們運去 讓他們作為商品 他們使用 有利對方的經濟 那現在亞同一呢 亞同一就說 插了美國之旗在美國的後院 那你又說中國生人過剩 你不是賣給歐洲 那他們 歐洲不要 不要緊 他們怕你買一個美洲 於是就說話了 他說中國中國控制這個可能性 南美産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商業輸入的港口 非常重要 就這樣看就真的不太覺得 他位處邊緒 後面還有一個大山的 他說可以控制党資源 他當然也怕中國控制党資源 美國的南方司令報律軍上將 就在佛羅里達大學 就在安全會議裡面來說 這個如果你在尼馬裡面插旗的話 老實說 一定會更加容易令到當地的資源 所以這時候對美國的國土安全 國家安全會受到威脅 當然了 基督是一個主權國家 不是你美國的殖民地 中國的港口在你的殖民地 或者在你的塔威爾裡面搞 你可以出聲 但這個事情 其實你一向都沒有什麼 你怎麼回憶南美洲的發展 我之前說過了 什麼八年公席 你八年公席的話 你講一下南美洲 南美洲一向都被你美國財團 去剝削的 要別人種什麼咖啡 種這些肉片 種這些商品 完全是你自己的市場利益 要你財團利益 所有的拉丁美洲人 和南美洲人 撫美國狗義 現在有生意做 中國做生生生生 這麼強的經濟實力 你想說什麼呢 是不是 現在你又說 如果那個港口 就在秘魯首都 買250英里 現在就說 錢在中環銅借 沒有錢當然是借的 借了 如果開大一個販售 變成一個好的港口 有收入 就可以還錢 你想說什麼呢 美國現在就是會在這裡開了一個隧道 連接起來 整個盤街活 因為現在有這個港 有這個物流 整個形勢都不同了 2019年就關於這個 前海的項目 前海港的項目 已經在談著了 最近可能說 習主席也會在年底 去出訪這個前海港的落成電 現在相當之重要 所以 秘魯外一部長 就是叫做 奧烏萊茄 就說如果美國 優心 中國在秘魯日 抗大的存在 那美國應該知道 就加求你 在秘魯去投資 你就競爭了 所以說 他們這些小的國家 都說 歡迎中國和美國 說 說美國你有錢 就在這裡投資 你沒有你就不要說那麼多 當然他可以有安全委員 他說歡迎所有人來投資 美國幾乎在全球地方 都有很多項目 但是拉丁的美洲有那麼多 就是說 美國的個案 在亞太地區 也會注意到那個重點 美國根本不是怎麼說 我們現在人家 我們找到項目 你就說三到四 那現在中國是怎麼 就是密密地做呢 就說中國現在大概在100個外國 海港 控制或者經營住這個碼頭 根據這個美國的智庫 那個數據 2000年至2021年 中國公司只要在46個國家 建設了大概300億美元的項目 就是做這些港口設施 那港口投資 在中國 令到中國 對同一個國家 就非常有力的打倒 這個真的是 不要跟我說什麼中國文化 我們中國有多麼友善 這些沒有意思 不要再說 我們是中國紅包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投資人來那裏 這個最重要 第二 你投資還投資 你會不會成輩 變成了人家 就要受你影響 中國是沒有的 是不是 我們不會干涉你的內政 也不會當它是軍事的港口 總之我們做生意 做生意 不過 如果那個港口 也有中國的設施 隨時可以令中國困難 這個不是中國擴張的 中國是全球貿易的最大夥伴 是偏格全球的商業利益 或者商業關係 沒有說商業利益 我們的商業關係 是全球的 商業有什麼問題 商業是大件的 就是說 沒有 軍事力量 是商業活動的 背後的力量的支持 如果不戴劍的商業 你會變成一隻肥豬 必須要戴劍 就是說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多行動 未來我覺得 中國的貢劍更大得多 就說我們要接收整個國權 甚至加上這個 一大陸 你知道有海上市 市就知道 整個各國 我們需要很強而有力的軍事 去支援這些事情 去支援我們去行使 令到這個世界新能力的見立 那些稅 那些稅大件 告訴我 什麼叫擴張 我們不是西方的野蠻文明 我們是人類命 尋共同體 先走現在 對不對 我們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美國現在就很跳腳 或者是所謂的 上風說他不是大佬 不是大佬 一個最難的問題 為什麼呢 他這麼大的資源 現在是 美國 就去 是想干預這個地道呢 比如說 是否要將他這些 這個 關口的設施來調整呢 國安來說 真的有事 很多時候搞到黃曬 甚至沒有 你講一下的話 他會拆動當地那些 當地那些 當地那些 叛亂的分子 就是搞你 你看看 巴基斯坦就知道了 這個就 沒辦法了 一定要彈劍 一定要有這樣的紅心 一定要有這個能力的 中美供需一戰之餘 中國都要加強它那個 完全是要 必須 要看到這個 的 問題 所以大家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說 如果 比如美國覺得 是 中國在 南美地區裡有 那份的擴張的話 其實可以 加強它的投資 會理及整個 南美洲的 當然就是 今天看這個文章 似乎就是 美國沒有這麼打算 但問題一提出 就是他們對於 國家安全的問題 當然擔心 好了 今天就講 一個話題 剛才講過 有一位叫 于伯神 于伯神 就是 台灣的罪役少長 這位罪役少長 是名嘴來的 做了 所謂桃園的 議員 但是他又被人禁止 因為他的言行 比較出貴 他對這個 兩岸沒有幾億 以及經常宣傳 這個 台國 所以他這個 于伯神 和黃世聰 李正浩 黃耳川 劉寶傑 這些所謂 台灣名罪 綠色名罪 就被國台辦警告 說他們是講虛假的消息 負面信息 以及通過電視 網絡 大肆宣傳 這個台獨 是門規台灣的民眾 挑動兩岸的故意對立 傷害兩岸的感情 所以這幾個人 私以懲解 他進不了 去不了 大陸對岸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很囂張 這位於北臣 大家看看 譬如說 講些話很好笑 其實是有弱性 你懲罰他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譬如說 你懲罰他們 他們就 買不到分量去 可能會搶大陸 如果登陸台灣的話 可能會搶台灣的 奢侈多多多 不過這些說話 亦都令到島內的人 是不太滿意的 所以現在島內 他們有個新黨的副發言人 同市政委的顧問 尤志斌和新黨籍的律師 陳麗玲 就快去罷免這位 這樣的導演議員 就是亂說 亂說 就是亂說 就是亂說 名嘴 很繁衷 這位人也很繁衷 我看他的事份 他現在就變成了 不是少將 已經不是軍人了 他的面穿西裝 也插著一顆星 你最重要的是 在軍隊方面來說 最難升的是什麼呢 教官升為將領 最難的 就是說 你做到上教 很多人都已經是天發版 數不難 一次我上教 未必有一個做到將軍 就是少將 那這個尤志斌呢 你說他很囂張 但我不知道他的落洞去嗎 他就是少將 他現在還插著一顆星 就是少將 是一顆星 就是 放在那個 西裝上 他追著鏡頭說 你也不相信我 我現在是做到將軍 你出去 我是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啊 玩到這樣啊 就是他比特朗普更加脆快 更加脆快 特朗普都是講這些笑話 其實都很好笑的事情 不過這位人真的很好笑 你怎麼說呢 他說自己呢 就經常讀書 讀很多歷史書 他就看上這個視頻 就說 其實呢 現在的 世情的亂局 比如說 大陸說 台灣呢 都是爭你的正統 為什麼呢 大家明白呢 中華民國 就是國民黨 就發生了內戰 就走到台灣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這條線呢 是沒有消失到的 就是它是另外一個的體制 就是中華民國走到台灣 可能他自己當自己是中華民國 就是叫做 中國的正統 不過他被人趕走了 那麼 新中國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在聯合國 在全世界都承認過 那些 在德國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中華民國其實都同時存在 那麼他竟然用這個的比喻 就說 好像南北前 好像什麼 東西漢 東西漢 他們互相都說自己是漢 是漢朝的正宗 東漢西漢 同時就說這個是 南宋北宋都是 互相都說自己是正統的 跟著就說是東進西進 別人就說你 首先告訴你 東漢西漢是什麼 之前的人 就是古老人 就不是叫東西漢的 東西漢是何人說的 通常叫前漢和後漢 就是換知這兩個 不是同時存在的一個漢朝 互相搶到正統 他比喻了就叫做兩岸關係 所以說 他那個 經常就 會有一個 比較 就是會 有一個 相當之混亂的一個情況 但是他又說 他說軍隊就不應該練那麼多步操 尤其是踢正部 踢正部 你知駕駡軍 有時操演的時候 你知最難踢的就是踢正部 需要很多訓練 他說不需要踢那麼多正部 回到時間做什麼 我一會就讀書 那位趙長 他講到自己很懂得讀書 他說 東漢和西漢 大家爭得正統 我覺得也不對 因為 東進 西進 其實今天是前後來的 等於東漢西漢 前漢後漢 不是同一時間 有兩個漢朝出來說自己是正統 不是說中華人民國 和中華民國 好像 例如賴慎德說 那兩號國 遞數的國家 大家都說自己是代表中國 不是這回事 他的智商就不堪憂 因為他實際上真的變速很快 除了說解放軍 要靠這個GPS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說話 都挺驚嚇 這個叫做所謂東漢西漢 南宋白信 這些言論之外 還有很多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 留學性挺強 不過當然了 它被大陸現在禁制他 找不到舉案 大陸影響陣 不重要 有兩個人去美國 也是反映到 台灣 這個 劣質民主 以前就在議會裡面打架 或者做了一些 所謂的 多數部位 也就是叫少數部位 了 有空就找些人們出去 圍圍 這些 要建築物來表達他們的反對 你現在開始是如說 這個不是好事嗎? 絕對不是好事 台灣這個地區 多了幾個月末神這些地方 只要叫做神仙打架 就真是軟漲氣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字幕�詞有兩位 MING PAO CANADA